他给你们讲的是什么 如果说我是右手对左手 对吧 我如果发的很侧的情况下 我发到中间 他反正拧拉上一步就可以拧拉 对吧 你们能看出来吧 对 中间上一步就可以拧拉 对吧 如果我发的稍微偏一点 不想让他拧拉 这边容易出台 你们看我发的拐一点 他会往外拐 你知道吧 你看这个角度 你们能看出来吧 这边发好 你们能看出来吧 发到这个弧线 我稍微往正拧偏一点 就会拐出去 你们能看出来吧 我稍微发侧一点 就能拐出去 这个时候你避免让别人拧拉 你应该怎么发呢 你不要让这个球特别拐 你可以 侧旋的动作 对吧 你发的球稍微直一点 对 你看 我给你们发慢动作 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直的 而且速度快 能看出来吧 你们能看出来吧 这个位置 我发慢一点 两个球 一个是拐的 你们看 我如果是球很长 而且我手腕最后有一个 有一个这么提 你看这个球是非常拐的 对 你们能看出来吧 我先给你们看 你们能看出来 这时候有多拐吗 是不是 你们看 从中间能拐到 你们能看出来吧 只要是过中线了 其实是很容易出台 对 你看 这基本上就出台 你看 对 如果这个球 你们怕别人拧拉 我发的直一点 对吧 对 对吧 它就不会出台了 是的 你能看 发的直一点 也是侧选 只不过你让它这个弧线 变得稍微直一点 没有那么测 你们再看一下 我给你们发的稍微快一点 如果说正常发的时候 发的比较测的 发太高了 你们看 我第一条发在这个位置 它第二条拐出台了 我发的比较测 我第一条发在这 它第二条都拐出台了 知道吧 你看我发个不测的 这就很难受 你们能看出来吗 我第二条在这 它等我搬出台 我第二条帮到白线 我刚才是第一条在这 第二条在这 对吧 我第一个是第一条在这 第二条出台了 这俩时候你们能看出来吗 跳到台上以后的 运行轨迹是不同的 对吧 你们再看 我看 我刚才发几个都是下选 我给你们发上选 上选是一个原理 我发的 你看 我第一条在中线 中间的话 我就一步一步过来 对 你看我发上选也是一个原理 你看 也是往外出台 你看 它也是往外出台 知道吧 你看 你看它的弧线拐的非常大 你知道吧 能看出来吗 它的弧线拐的非常大 因为什么 你接触球完最后一下 对吧 你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提 你看 你还有一个提 对吧 你还有一个提 你看 它球就非常拐 你到最后还有一个提 它动作非常拐 看着你动作做得很完整 它就非常拐 看着没 这时候有多拐 所以你们想 想发不这么大的这个弧线 拐的这个弧线 你们怎么发 发出去以后 这下不要提 你看 我提 提是多拐 你们能看出来吗 这球落台 你看 你们能看出来 这球有多拐吧 对吧 能看出来吧 我发一个这个不拐的 你看 同样是侧上 对吧 同样是侧上 这是往前 我没有最后一个提拉 它球是往前走的 你看 它是不拐的 你们要根据对手 如果对手拧拉拧的好 对吧 拧拉拧的好 如果你发的特别拐 你一发到这 它就出台 怎么办 你一发到这 它就拐出台 你发到中间 它对手就拧你 对吧 那你怎么办 你发在那个位置 你也可以不出台 对吧 你发的不管 它就不出台了 如果我发的很拐 它很好摆短 你知道吧 它接吗 它接 就是它很好接力摆短 我发的上旋 我发的上旋 它很好接力摆短 如果我发的不管 这球是直的 对吧 你看它怎么摆 对吧 这球是直的 对吧 它怎么摆 它不好摆 让你们看看 拐的 你们可以看 对吧 它落台是横着走 但这个球速度非常慢 你告诉我 它用处不大的 知道吧 你只要想发拐 你不可能发的很快 你看我发的拐不拐 落台以后 都往回走 往侧 你们可以看 我要发的很测 我要发的很测 我必须要发的很慢 对吧 我必须要发的很慢 它才能很测 对吧 你看 我发的很慢 它就会横滚 我从正手位 拐到反手出台 但是这种球 对我们来说 其实没有任何用 比赛的时候 你的速度弧线 对吧 你发这种时候 没有用 你比赛 你只有发的速度很快 而且弧线很低 低 让对手预判错误 对旋转看不清楚 你说我这样的发 你们都能看清楚 对吧 下选 往回走 对吧 你们都能看清楚 下选 往回走 上选 对吧 往前走 你们都看得出来 但是真正比赛 对你们来说 没有用 对 对吧 什么有用 就是上下拳 这你们看不出来了吧 这你们看不出来了吧 我都没看出来 我都不知道 这是什么旋转 明白不 懂吗 隐蔽性是最关键的 这下拳 看不见 你们好好去 看什么 隐蔽性 隐蔽性是最关键的 所以我教你们两种发球 这是两种发球 第一种 第一种是拐的 怎么发拐呢 你们记住了 发拐的时候 你们必须要侧着板发 如果你平着板发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如果板拿平的 就是我这辈子我也发不拐 也就是这样的 知道吧 我平着 但是我这个弧线还是往侧的 往回来 知道吧 我平着 我还是往侧的 你只有把板侧选 对吧 你接触手的侧面 你看 你看我接触手的正面 是这样的 对吧 我发不拐 我接触手的正面发不拐 我要接触手的侧面 我才能把手发拐 首先你们要知道 你们可以练练抛起来 接触手的侧面 对吧 接触手的侧面 看见没有 你才 球才能发拐 看出来没 知道吧 接触手的正面 你是发不拐的 不能接触手的正面 接触手的正面 它根本发不拐的 你只有接触手的侧面 它才能发拐 对吧 这个球你想发 想发起来 发哪都可以 你调整 调整弧线就行 知道吧 你看 你看 你调整弧线就行 对 你想发哪就发哪 上下旋 一样 你看下旋 下旋你要平着板 对吧 你平着板 你这么去直的 那它就是转不转的下旋 知道吧 它是纯下旋 直的板 你还是接触手的侧面 只不过是 只不过是板 不要这么立 稍微接触手的侧下步 你们可以看一眼 接触手的侧下步 它就是下旋了 侧下 你们看 看了吗 它又是下旋 又是拐弯 侧下 对 接触手的侧下步 对吧 接触手的侧下步 它就是下旋 能看出来吗 接触手的下步 是纯下旋 带一点侧 接触手的侧下步 它就是侧下旋 看见没有 这是侧下步 如果你把板立起来 它就变成上旋 那就是侧上了 立起来 接触手的中部就可以 不要接触手上步 接触手的中部就可以 知道吧 接触手的侧面就可以 大家看 接触手的侧面 它就是侧上 看见没有 它就是侧上 知道吧 再一个 这个拐与不管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你接触手的时间长短 我如果接触手的时间很长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发一个很慢 接触手时间很长的球 你看 拐不拐 你们看拐不拐 你们看拐不拐 我接触手时间 就侧上把手时间特别长 它拐不拐 它拐 知道吧 如果我碰拐就走 它拐不拐 它不拐 你看 我也是侧选 但我接触手时间短 它没有那么拐 摩擦力不够 对 它的摩擦力不够 它没有那么拐 我再给你们演示一遍 测下 接触手的侧 侧部和底部 这个位置 它发挥就是侧下 知道吧 你们看一下 接触手的侧 侧底部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接触手的侧底部 它就是侧下 侧下 知道吧 这是转不转的下选 发下选大家都知道 接触手的底部 才能发出下选 但你侧选 你只要接触手的侧底部 就是侧下 看见没有 侧底部 看见没有 它就是侧下 侧底部 侧底部 往下 往下摩擦 它就是侧下 侧上怎么发 力气板 力气板接触手的侧部 对吧 它就是侧上 力气板接触手的侧部 它就是侧上 力气板 接触手的侧部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如果你想发的越拱 越上 你到最后 接触手有一个小梯拉 对吧 它就越拱 接触手的侧部 然后再有一个小梯拉 它就会越拱 越上 看啊 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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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有 侧下 接触手的侧部 下部 这个角度好 这个角度好 侧下 看见没有 侧下 接触手的侧部 感谢观看